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希望我們的影片會在每週四更新 金米咖啡相關一些器材 一些小知識 所以如果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 快點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這個時候每週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是這一台 TIAMO的最新的全自動咖啡芯模擋 那這台喔 其實需要玩的時候非常的 不煩惱 因為它的功能實在做得太簡單 而且出來的品質呢 真的是相當的不錯很好喝 所以呢 我剛開始覺得說 開這台箱可能我一分鐘就開完了 沒有什麼好開的 但是學長今天呢 除了會跟大家開箱 基本的功能 包括義式啊 還有美式的基本功能 第二部分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想要稍微調整的話呢 其實Moda這一台機器呢 它有很多的調整點 但是呢你亂調的話不一定好喝 所以學長會教你怎麼樣調會比較好喝 那這個也可以套用到其他的義式咖啡機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Moda的隱藏功能 如果你想要突破原本的框架 學長還要教你一個秘密的一個設置方式 你可以用的比別人更深入一點 你的風味就會更好喝一點 所以以上三點呢 今天想一致交給各位 好首先第一點是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基本功能 其實可以看到外型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呢功能超級強大 就是裡面的機芯啊 還有裡面的研磨度的設置 都做得非常的巧妙 所以把一些複雜的東西的難點都已經處理完了 所以你用起來很簡單 那它其實背後的工作原理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非常非常厲害 竟然可以 你不用大腦就可以把 濃縮跟美式做得很OK很好喝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基本功能 美式 義式 這兩個是最主要功能 當然你有個濃縮咖啡以後 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飲品嘛 有西西里啊 拿鐵卡布 這些都沒有問題 然後包括這邊有個奶泡棒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人想要來練拉花的話 其實它的蒸汽量都足以練拉花 那學長會放一下那個 我前陣子去參加看Tiamo的拉花賽的影片 他們就是用相同的前後代集一樣的 蒸汽是一樣的 然後可以拉出很漂亮的話 所以如果你對拉花有興趣的話 這台機器是完全可以cover的 OK那我們繼續來講 美式跟義式的部分 我們直接來設一杯就知道了 豆子的部分呢 這邊有豆槽 豆槽呢你要放多或是放少 其實都可以 一般如果你商用的話 一定會放比較多嘛 但學長可以建議各位 其實如果你是在家用的話 你可以 單杯劑量 什麼意思呢 因為呢 它每一次設置都可以設置 我每次需要的咖啡豆的豆量 我們來做一次 我們先用 這個是淺焙豆 淺焙的宏毒拉絲 其實淺焙深焙這台全吃豆 都完完全全是可以cover的 但是學長學 它用來搭配淺焙豆中焙豆 做SEO的能力呢 真的是目前 數一數二的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可以試試看 用淺焙豆來試 那待會出現的cream 還有完整度 你絕對不會後悔的 所以 我基本上呢 我設置是12克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直接 放12克就好了 不用多 就是我們按照每一次需要的豆量 放12克 當然如果你 不想要這麼麻煩 你想一口氣倒進去 它也會自己測量12克 所以隨便你 12克 放進來 研磨度呢有五段 我調到最細 原則上你要做濃縮的話 用最細是比較好的 好 那我們就準備來試了 然後這邊美式跟義式 我們先來測義式 義式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12克 這個時候呢你是可以增減的 譬如說我要10克 或11克就好 是可以增減的 它就進行研磨 然後它今天蠻準的 所以那 差不多研磨完的時候 就是12克 OK 它就開始進行萃取 然後萃取的部分呢 它還有一個 可以調整的地方就是我的 mol數要多少 我現在測試30mol OK 30mol 那可以調25mol 甚至更少一點點 可以看到 非常快速 很漂亮的 厚厚一層creama 就出來了 然後大概呢 現在是40 外觀是40左右 但是重量可能差不多30左右 所以蠻精準的 好可以看到 這個 漂亮的 濃縮 適合一下 淺焙豆 完全在不用做填壓 不用不粉的情況之下 能做出這麼漂亮的creama 其實 非常非常的厲害了 很好喝 酸質很明亮很好喝 當然你要加熱水 它就可以變成 美式 冰水就是 冰美 然後你要打奶泡 都是很簡單很簡單的 因為其實最難的部分 真的就是在做濃縮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做濃縮的 概念是如此 但我也可以一次倒很多 如果倒超過 50克100克都沒關係 進去以後呢 那我一樣按濃縮 它就 會磨大約12克的豆子 給你 那你也就不用一直 秤重了 但是因為Sean我是比較玩家型嘛 對不對 我就喜歡 這次我想要喝 銅毒拉絲 下一把我可能想喝 伊索比亞 我就不用 把豆子都放進去 這樣它的新鮮度 當然也會更好一點 那這個就看個人的 方便性 好那接下來第二部分呢 我們來做美式 好不好 我們一樣 用12克的豆子 倒進去 其實美式讓這樣倒 好像比較麻煩 但是 如果你是在家裡 自己用的話呢 它能夠保持 你咖啡豆子的新鮮度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好處啦 蠻鼓勵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式 然後準備一個 杯子 我們來看一下 美式的部分其實也很簡單 它按下去的時候 一樣會有 問你要用多少克豆子 那我們這次來 試一個功能 就是我可以調整一下 我的豆子量 按下去 12克 我會即時按到 11克 10克 11克 做11克 它就會磨11克 OK 所以它很即時 就可以調整的 這一點是 蠻厲害的 好 我差不多了以後 然後第二段它會問你要 脆多少的 濃縮出來 第二段 脆20 要多一點 25的濃縮 OK 就11克 脆25mol的濃縮 這一段也是 隨時可以調整的 當然它開始做的時候 還可以調整喔 還沒做完之間都可以調整 它裡面的流量計成力 然後最後呢 是 問你要加多少CC的 熱水 因為美式咖啡就是 濃縮加熱水 那是80你可以控 我少一點 70 它就70CC 流量計到70它就停了 可以加起司 好 可以看到 是不是 上面一層漂亮的 濃濃的 Cream 然後下面當然就熱水嘛 對不對 就是熱美式的概念 那如果你想要做冰美式的話 你就不用按 美式咖啡了 你就按濃縮 自己再加冰塊 跟加冰水 它就是冰美式 非常的OK 很好喝 香氣很好 然後上面一層的油脂呢 帶出來的 咖啡香氣 是非常OK的 所以可以看到 無論是濃縮還是美式 它都 很好喝 真的是 其實最關鍵的是 很好喝啦 它的便利性絕對是 很加分的 但是一定要好喝 事實上來說 它的風味上面是 很OK很完整的 這是 最最棒的地方 那基本關鍵說完以後呢 那我們來聊一下 它的其他的功能 當然它的粉餅 會在這邊 你拉出來以後呢 OK 然後它的粉餅 就在 這邊 OK 那你大概有個 六七次七八次的時候 它就要 會提醒你的辦法倒電 好 所以這都是基本的功能啦 那邊邊這邊呢 有一個 把這邊拉開 它會有一個機芯 你定期 你想要 保養的時候可以拿出來 可以吸一吸 但是如果你不想的話呢 就是 不用這麼勤啦 因為它 無論是開機 或是關機 都有自動清潔的功能 就符合大家的需求 好 接下來講第二部分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它的功能實在太簡單了 大家只要記住它好喝就好 但是 我們還要稍微有一點點 那個學習的部分 我們來思考一下 我如何讓它變得更好喝 首先呢 研磨度 學長建議你用最細嘛 因為必須是濃縮咖啡 我們用細一點研磨度 尤其在淺烘焙的情況之下呢 它 可以做出更好的風味 那如果你是深烘焙 你可以再調出一點點沒關係 但是最好 其實用最細其實就不錯了 接下來第二部分 我們要了解的是 我們要如何設置它會是 比較好喝的 好可以看一下 設置的部分 其實有非常多隱藏功能 希望這次跟大家講 按設置的部分呢 他就問你要不要設置美式跟濃縮 你按美式的情況之下 他就問你基本量是要幾克 好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從最 最少是7克 最後到12克 那假設各位 我們一杯12克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設多少的水是比較合理的 好我們按 再按一次設置 他第二段就問你要多少的水 對不對 那這一段呢 需要跟大家講 正常來說 1比2 左右呢 是一個蠻好的比例 就是12克的咖啡豆 那你做24克的濃縮 這是一個蠻好的比例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看 如果你想要濃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用20克 一樣多的咖啡豆 但是用更少的水 它的萃取 就會比較淺斷一點 布丁比較濃 但是它會比較 偏淺斷一點 就是像我們 傳統意思會說 那它就是 脆淺斷 它的 酸質 花香會比較強勁 口感會比較薄 就看你想要喝哪一種 那學長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用淺焙豆的話 其實你用1比2 的狀況之下其實是挺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如果我豆子呢 是 沒有濃縮的情況之下 豆子按 設置 最少是20克 所以就是大概1比1點多啦 那25的情況之下 是蠻剛好的 好所以建議大家不要超過25 它的濃縮的口感啊 Creamer的完整性啊 還有濃度都會蠻好的 那第二部分是關於美式的部分 好我們來設置美式 在前面會先問你的 你的濃縮 的比例 比如12克 好然後 濃縮的部分也是建議 可以要1比2左右 所以是12克配25 然後呢 熱水的部分呢 它是配70CC的水 當然美式你要喝濃喝蛋都是 水泥啦 但是正常來說我們可能會這樣配 譬如說30ml左右的 濃縮咖啡 配到150CC左右的水 就換句話濃縮跟水的比例 它是1比5 所以我們可以看 像我們剛剛那個 美式的部分 12克對不對 然後按設置 25 這邊 豆子跟 濃縮的比例是沒問題的 然後最後呢 是水的比例 那25ml 的 濃縮其實我可以考慮把 濃縮的部分加多 1比5的話 大概是120到125 這個比例呢 其實是 濃縮一個 蠻好的 比例 所以這樣子設置的話 你基本上你這樣脆 其實是很好喝的 當然你要再濃一點 都可以 都是沒有太有問題的 我們剛剛已經弄懂濃縮的比例 還有美式的比例 那另外一個玩法 建議大家可以玩玩看 我們是不是有點研磨度可以調 那如果譬如說我今天想要做的 比較不像濃縮 我想要做有點類似 弄斗 或是比較類似 手沖 這樣的邏輯的東西 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那假設我們1比2 我剛剛是跟大家講1比2是比較合理的 那如果我今天設置美式的時候 假設我們今天設濃縮 12克的豆子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想要脆60mol 好按設置 如果我想要脆60mol的濃縮 可不可以 1比5 一定會很清淡 對不對 但是呢你可能喝起來會覺得 它的濃度會比較類似 像手沖比較接近一點 隨分比拉比較開 但這個時候你就要搭配什麼呢 就要把研磨度稍微調粗一點 為什麼 因為呢其實 12克的咖啡豆 它能夠 在最細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脆到 25 頂多到脆到30 它就已經 在後面就是苦味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如果要脆到60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適度的要把我的研磨度稍微調粗一點點 讓它不要這麼快脆到苦味 但是它的脆的風味就比較完整一點 我們來測一把試試看 但是呢我們這次呢 就這個邏輯就比較奇妙一點 就是我們用弄狗的邏輯 好我們先把 本倒進去 我推到 第二格 就是我的研磨度調粗一點點 然後換一個比較大的杯子 好 這邊是可以伸縮的 可以看你杯子的高低 可以讓你 KIMA的完整性比較好 然後我們做 濃縮 但是呢 12克的情況之下 12克我不調整 但是呢 我們待會 在做劑量的時候 我們拉到60 好他一樣要磨12克 好我們劑量的部分 一口氣拉到60 好60 好我們來看看 因為他剛剛是比較細 所以一下子就會把精華都萃出來 但是這次呢 比較粗的情況之下 他的整體的顏色呢 其實看起來就 剛開始就沒有這麼 你的顏色不會那麼深 但是到了後面 他還是會有一定的顏色 這代表說他的 風味一直萃到60C左右呢 差不多還有 還有 東西可以萃 可以看到 很大杯的濃縮 60 但是他其實事實上 他可能萃取物一樣 在60到560的部分 還是有風味 很好喝 那如果你想要這個 喜歡這種風格的話 其實也可以做 可以 所以其實 我們在玩這種全自動機的時候呢 除了我們用他的 基本的設置之外 我們如果懂一點點 正常濃縮咖啡 他的萃取比例的話 你也可以做出蠻多的變化 OK 那最後呢 需要再跟大家講 如果 你很 就是很玩家個性 我想要挑戰更多更多 更巧妙的東西 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 他的設置之外 還有影場設置 OK 這一點呢 實在是有一點 神奇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你的水溫 對不對 目前預設的水溫呢 可能是在 92度左右 那我們水溫是可以 偷偷來調整的 然後你看這邊 設置的部分 然後按 按下去以後呢 他就會跳 跳項目嘛 然後按 按按 按到這個 這個 1N1 這是什麼 反正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狀態的時候呢 按兩個 同時每次跟農縮一起按 他會出現零 然後我們按 12345的部分呢 就是水溫的控制 你點進去按 確認 他就會問你 現在是零 代表是最高溫 如果你想要低溫一點的話 可以123456789 就可以把溫度調低 所以這一點呢 他是可以隱藏的 隱藏的狀態 那平常呢 預設可能是1或2 就想要高溫一點 可以放到0 就可以用 用來做淺焙豆特別的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關於水溫呢 我們可以再挑戰極限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按 6的部分 6的部分 按進去 他會 出現 88179 6的部分呢 是這樣的 預設的時候呢 數字是很低的 這什麼意思呢 這部分就代表說 我希望我的粉量 可以再增加多一點的話呢 你就可以按這個數字 我剛才是不是預設 最多最多的粉量是12克 但是如果你把它調到36 你的粉量 大約可以到 14克到15克 OK喔 所以他就會 更接近我們一般商用機的 弱粉量 就14克到15克 就很多了喔 多了3克左右 所以如果用 譬如說36 他就是 蠻極限的按確認 OK這是 這兩個功能 所以 用了這個 特殊的功能以後 我們可以來測試看看 好我們直接用15克的豆子 我們來試試看他的 整體的 弱粉是不是變多了 但是他事實上來說 他上面還是顯示12克喔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隱藏功能啦 內部調整玩家的 一個特殊功能 好 這是15克的豆子 然後放進去 不要忘記我們剛剛 研磨度調出 所以我們把它調回來 調到最細 然後呢 好準備 好我們一樣做濃縮喔 12克 但是事實上來說 他大約是在15克左右 好 然後呢我們的 15克 需要跟大家講嘛 對不對剛剛 水跟濃縮的比例大概是1比2 所以我們的 CC數呢 就調到大約30ml左右 他是比較符合 他的 完整性的啦 可以看 欸 豆子感覺 變更多一點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不會喝起來的風味呢 強度會更好一點 喔果然 感覺起來 Creamer的顏色 比剛剛再深一點點 所以呢這個 小的調整點呢 如果你是 比較 然後 Creamer 它的風味的比例的話 這樣子的濃度呢 也比較接近 一般外面商用的 咖啡的比例 果然尾巴的強勁度啊 比12克 就是再多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很Creamer這些細節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 我們用一下色 背後隱藏功能 把我的粉量加得更多一點 就可以做得 它的風味更強低一點 OK 所以以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 Tiamo這台Moda 它其實功能方面 你要簡單的話 可以很簡單 要 複雜一點 只要你符合 像剛剛教你的一些 比例的問題 你可以把它做得 更接近商用機 風味更完整一點 然後濃度更強一點 所以是非常的好玩 但是呢 如果 以它的最基礎定位 其實就是 簡單 方便 好用 真的一鍵完成所有事情 不論你是商用辦公室 一口氣把所有豆子倒進去 它也可以OK的完成 你要的 粉量跟劑量 那如果是比較玩家個性 想一次一次投粉 甚至於是每一次都調整它的風味 用不同的豆子 它都可以完成 所以以上呢 就是學長隊TiamoModa 這台機器的 開箱評測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看 以下資訊啦 它有一些新的商品資訊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